盛客香港動漫啟航2013 今個暑假正式開始 亦都是家事香港運動當中 潮流香港主題的亮點項目之一 創意香港總監廖永亮介紹當中的活動 包括7月初 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動漫營夏日 紛紛加連華 亦都有動漫基地開幕 和萬人偶像 香港動漫人偶創意展 以及香港漫畫家吉祥物設計比賽等 總共有8個核心項目 一直到8月底 廖永亮說活動集中在暑假舉行 目的是希望加強公眾參與 特別是青少年 公眾或者市民的參與 對於一個產業本身的成長過程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公眾到最後就是那個消費者 就是為整個市場的產業 提供著動力 亦都可以說是一代全一代那方面 是那個很重要的一個 是市場發展的一個機能 不同類型的參加者 我們都希望可以吸引得到 當然其實以動漫來說 我們更加希望就是年輕一輩的 香港本身的年輕人 是可以是更加投入一些 因為本身來說 其實動漫是代表香港 一個很重要的本土文化 另外盛夏香港動漫啟航2013 也都有其他活動 包括漫畫研習營 音樂會和展覽等 詳情可瀏覽這個網址 。 谢谢大家